前两日2019微博电视剧《大赏》的投票排名上了热搜 网友们自发信的投票将人气巨星李明星之一高以翔送到了第一名的位置 人气巨星是微博电视剧《大赏》其中的一个投票活动 网友们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很多人的感慨 好好的人突然不在了 大家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缅怀他 直到今日该投票还在进行着 男演员里高以翔位居第一 孝战第二王一博第三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女演员这边的投票 几乎圈内被大家熟知的女演员都在里面 大约有100多人 这轮投票目的是在筛选出100名 一共经过四轮投票 直到选出最终的前10名 可能是因为要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投票 每阶段的票数还不累计 再加上近期的投票活动太多了 很多粉丝都顾不过来 因此这些女演员们的票数都不是特别的高 投票已经进行了四天了 目前杨幂排在了第七名的位置 刘诗诗排到了第11名的位置名次 并不是特别的高 前几年里她们两位是圈内炙手可热的女明星 作为80后的演员 她们如今的资源虽没有前几年好了 但是在圈内的位置一点都不低 就拿杨幂来说 如今不仅在影视综艺方面都有着不错的表现 在时尚领域也很吃香 30多岁了依然活得很洒脱 少女感依旧 在她身上一点都看不到岁月留下的痕迹 刘诗诗这几年活得没有杨幂招摇 她很低调 尤其在和吴奇隆结婚以后 她更加低调了 作品少了很多也没有很大的突破 不过她近日出席了很多活动 常常能看到她参加各种活动的身影 且每次出场的造型都能让人印象深刻 举手投足就像仙女一样 仙气十足 获得了很多人的称赞 虽然杨幂和刘诗诗在《微博人气巨星》里的排名并不高 但是这并不能代表什么 喜欢她们的人还是有很多 只能说她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但还没有远去 新人如雨后春笋一样一池一池的 就拿排名在第五的杨超越来说 她在《创造101》里出道 凭借井里称号出道的她圈粉无数 大多数人都转发过杨超越的照片来护体 转发这张杨超越 逢考避过 她的照片曾在朋友圈里风靡一时 1998年出生的她现在只有21岁 她出道的方式也算是重女心里比较特别的了 这一两年来其中不乏很多不屑她的人 但是不得不感叹 杨超越的运气是真的好 目前她在100多位女星里面暂时取得了第五的名次 对于杨超越来说 这已经算一个较好的名次了 不过这也让该微博人气巨星的排名看起来很有意思 这个投票真的能反映所谓的人气吗? 显然不能做出太绝对的回答 该票数只能反映局部 并不能反映全部 票数高证明粉丝们投票努力 或者是该明星深得一部分人喜欢 排在前面的女星们的名气 不低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不能反过来说排在后面的女星名气就不高 比起这些投票排名 我们更应该关注她们带来的作品 她们为了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作品而付出的努力 喜欢小编的文章就点个赞吧 所有文章均为原创 抄袭必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